在一家点心店里 一位外国人来到柜台 兴奋地问点心徒师说 我要参加挑战大卫房 可以申请破纪录吗 点心徒师一脸兴奋地回答说 当然可以 我们来做一个巨大的牛角面包吧 长达500公分 软的40公分 再来一个巨大的咖啡杯 容量达到5万公升 当巨大的牛角面包和咖啡杯完成后 外国人目瞪口呆惊呼道 瓦瓦瓦好大的牛角面包 好大的咖啡杯 我怕吃不下 喝不下 点心徒师搞笑地问他 那如果你不吃这些巨大的食材 就是黑心大卫房 罚款意愿怎么办 外国人吓得双腿软了 不知所措 笑声此起彼落 长挑战大卫网可真是有趣极了